蔣麗芸議員 麻煩主席 我們民建聯就是歡迎在這個 我們立法會大會 可能今天是最後一天 而政府司長就是及時能夠 將一份報告拿過來 因為我們也都相信 假如不是這個大會的會期 今天是最後一天的話 真是有機會 所以立法會也未必有足夠的時間審議 而到最後2017年 是不是能夠落實普選都不知道 那麼司長 其實我都相信 你都會聽到很多聲音 社會上 很多聲音是要求真普選 不要篩選 甚至剛剛也有議員說 這個是假諮詢就是假報告 司長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就是解 主席 范國威議員 他是沒有計算的 在內衛會議員 我是沒有計算的 這是自動的 這是自動的 審議在內衛會議員 這個不是情趣問題 請你保持縮靜 張力雲議員 主席 范國威議員 我已經說這不是程序問題 蔣麗雲議員 主席,你叫范國威議員看清楚這份事 范國威議員已經在內會問了兩次 這個會有很多議員問零次和一次的 請你不要浪費時間,請你繼續問你的問題 主席,我希望問一下司長 社會上真的有很多人說要真普選 還有希望有一個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法 領獨坊間也有很多市民 咦,我們現在那個不是真普選嗎?還有假的嗎? 或者是國際標準方案是如何呢? 當然提出這些口號的人 他們從來也沒有提出一套方法 究竟如何呢? 何謂之真 何謂之國際標準的普選呢? 好不可以請司長回應一下 政務司司長 多謝蔣議員 真正的普選 是要能夠切切實實 落實到選舉的辦法 令到全港合資格的選民 能夠一人一票去選出他的行政長官 我們反覆強調 在今次做政改工作 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在基於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的決定 上去做 我們便有機會 可以落實到這個普選行政長官 似乎如果是偏離了基本法 亦都拋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曾經就住香港的政制發展 作了一個決定 我們離開普選的目標 只會越來越遠 所以 為何我們在不同的場合 在不同的時候 我們都這麼反覆要強調 這個以基本法為基礎 去引導我們在今次政改的討論 謝謝 謝謝 我想跟進一下 施長 我想問一下 在聯合國有關這些文件方面 有沒有一些叫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法呢 施長 首先 這個不是我們在諮詢文件 或者這個諮詢報告裏面提出的說法 而照我的理解 就即使在聯合國 或者聯合國曾經有一本手冊 它對於每一個公約國 究竟用什麼方法 來在它的政治體制裏面 落實公約國的要求 都是要考慮那個地方的獨特的歷史 文化 政治 經濟 它的意識形態 成熟的程度 況且 這些公約國 是在講一個國家級的選舉 而我們今次 是在講香港作為一個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 一個地方區域的選舉 所以並不能夠相提並論 我們要不停地歷史